做钱让你去治病的时候 你为什么拖累别人呢 他现在四面楚歌 父母父母不要 朋友朋友嘲笑 说你找了一个这样的男的 这会儿他还抽身离开 你说你是人干的是吗 视频中这个被涂磊怒骂的男人 名叫阿诚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 竟让涂磊老师说他不干人事呢 事情还要从女友小倩这边讲起 在我们交往三个月左右的时候 他得了癌症 什么癌 甲状腺癌 后来呢 因为他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 然后父亲也不在了 母亲连成事都没有来过 当时我们已经就是山中随劲了 为了他我把我的长发卖了 就留了15年的长头发 当时我想头发可以再留 但是人的命只有一次 后来呢 然后有很多好心人帮助我们 当时就感觉生命有了希望 但他现在病好了吗 已经算基本治愈了 然后年前呢 我们俩就定在说9月份的时候举行一个小型的婚礼 挺好啊 但是现在他不要我了 他病基本治愈他不要你了 对 阿诚和小倩本是一对相恋多年的情侣 在一起没多久阿诚不幸被查出了假装险案 然而彼时的女友丝毫没有放弃治疗男友的想法 为了筹集医药费 小倩不仅狠心减去了自己留了15年的长发 甚至还在零下20度的天气卖报纸减破烂 本以为男友痊愈后就能和他踏入婚姻的殿堂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男友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他提分手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刚一上台 阿诚就迫不及待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解 阿诚的这番话不就是典型的过河拆桥吗 当时身患重病时 对女友的好意和金钱倒是毫不挑剔 现在病好了就觉得对方哪哪都配不上自己 看着眼前形如白眼狼般的男友 小倩忍不住泪入以下 他不明白男友为何会突然变成这样 为了给他治病 自己减去了相伴多年的长发 难道他就没有一丝感动吗 小倩的反应令阿诚哑口无言 既然不爱自己 为什么当初在病危的时候 要对自己许下相伴一生的承诺 现在想来这个承诺只有小倩当了真 她原本以为两人只要能苦尽甘来 就一定能收获幸福 然而如今阿诚冷漠无情的态度实在让人寒心 小倩索性向众人诉说起了住院时发生的一切 因为阿诚的家庭情况不好 父亲早是母亲常年卧病在床 于是在他刚被查出来是癌症的时候 天就跟他了一样 可无论如何他都要活下去 因为母亲需要他照顾 所以自己不能倒下 但他又没什么亲戚 所以也没借到多少钱 而得知这一切的女友小倩便开始四处求人筹集费用 这才慢慢有了治病的希望 直至现在痊愈 可既然现在身体已经无碍 那就没有了担心自己生病会拖累小倩的可能性 所以又为何非要跟小倩分开呢 阿诚倒是很坦诚 承认了当初跟小倩在一起时就不是多爱的 后来因为自己生病需要小倩照顾 所以就一拖再拖走到了现在 此话一出直接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愤怒 纷纷指责起他的忘恩负义和自私 感情阿诚就只是想找一个免费的贴心保姆吗 现在没有了利用价值就想着一脚把他踢开 这样的做法难道不会遭天谴吗 看着观众对自己的指责 阿诚的脸上有些挂不住 于是就画风一转开始为自己洗白 声称自己这样做其实就是为了不想拖累小倩 担心病情反复会是小倩的累赘 可显然这样的说辞大家已经不先问 但主持人还是想求证一下阿诚的说辞 于是便请到了当时为他治疗癌症的主治医生 那么医生又会是什么样的说法呢 张大夫这是您的病人 对 病怎么样了 假设现在还总体上来说恶用度不高 手术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它是复发的又是双侧的 做了两次手术总体上还可以 现在又做过点和三一治疗 他们俩的事您知道吗 他们不是我在门诊接诊的病人 是他带着他到病房去找我的 他们求了我半天 女孩子就说跑了好多地方没有接诊 然后呢他说他把他头发给卖了 我们很奇怪卖头发干什么呀 然后我们的护士啊什么都问 然后他说是筹席疗费 所以就因为有这个印象 在医院里呢也是这个女孩子一直都陪着他 基本上就是很节省 而且就是有什么的啊都尽量系着他 感冒了发烧了在病房里 戴着口罩也会天天陪着他 挺让护士啊感动的 那像他这种癌症的治疗会对一个人的身体有影响吗 应该说还可以 男性的将来对他的生育啊各方面影响也是不大的 假如现在的五年生存率是90%以上 就说大部分人可能就跟正常人一样走完一生的 医生的话直接拆穿了阿诚的谎言 就目前来说阿诚的身体很好 并且也不会出现什么复发的现象 所以他所说的不想拖累小倩全是说死 只是为了给自己抛弃小倩找一个借口 同时医生的到来也让大家知道了小倩的不容易 就这样一个好女孩 阿诚又如何狠心要将她抛弃呢 对此主持人也是十分疑惑 眼看谎言瞒不住 阿诚则一改常态 直接厚颜无耻的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而一旁的女友小倩听到这话 更是直言自己眼下 怎么会遇到一个这样的男人 自己省吃俭用费尽心力只为给男友治病 可换来的却是对方的无情冷漠 但小倩深爱男友 即使男友这么对她 她还是不想和男友分开 于是便想最后试一下能不能挽回男友的心 就即使你现在你不能工作 她现在不工作啊 她没法工作呀 因为她刚大病出狱 我也是怕 那她靠什么生活呢 我现在就是出去工作 然后挣一些钱 我们一起节省 那她生病期间这一年半的所有的钱都你筹的吗 听着小倩说的一番心里话 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 这么一个好女孩竟被这样对待真是天理不容 而主持人更是忍不住出言安慰 她要真这么白眼狼 咱也不要 你是真的不爱她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你告诉我 没有 就是怎么说 年轻人们谈不来的时候可以分吗 性格确实不合 你为什么强行非得让我跟俩在一起 性格不合 那是理由吗 一年多性格一直不合吗 不得不说 阿诚的脸皮是真的厚啊 对于女友的付出完全抛之脑后 都到现在这个地步了 竟然又编出个性格不合的理由 小倩真的是欲人不输啊 自己费尽心思到头来 却就这么一个白眼狼 而主持人看着这样的一幕 更是气得说不出话 我气得也没话说了 你们问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一上来 马丁老师便问了阿诚一个问题 但如果知道他接下来的回答是什么 恐怕晦气的当众唾骂的 你当初跟他刚开始在一块的时候 是相爱的吗 也不能说是完全相爱吧 那我们也是正在谈恋爱当中 就是不是真正的恋爱 对 所以现在你也是认真的说分手 对 只是因为感情破裂 或者没有爱 不是因为其他原因 就感觉不合适 现在是对他也没什么感觉了 你这种没有感觉 在你治病期间就已经发现了 对吗 也不全是吧 你不可能说你对他的感觉 像着你的病情走 病情痊愈了 基本出院了 感觉没有 病情没治好 感情还存在 不是 那是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没的感情 去年病好了 之后吧 我就感觉我俩越来越过失了 如马丁老师猜测的没错 阿诚就是一个典型的复心男 而他对女友小倩的爱意随着病情痊愈而消失 但阿诚对此却解释说 只是因为两人的感情破裂 并非存在其他因素 他这种自欺欺人的言论惹得众人心生不满 而马丁老师也气得不想再与他说话 反倒是希望小倩早点看透眼前这个复心人 不要再沉浸在过往的甜蜜中了 因为眼前的这个男人早已变了心 紧接着心理专家于老师也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对你的病怎么看 这也不是什么小病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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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虽然医生说百分之九十的治愈 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 他会把那百分之十会放大 你的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呢你认为是一种绝望 所以绝望当中用这样的方式 他离开了 他的感受可能是什么 你告诉我 伤心吗 如果真的不爱了 怎么做能让他把痛苦讲得最低 这是你的责任 他所付出的 你应该自己很清楚 在于老师看来 阿诚不过是把病情复发的百分之十放大了而已 并且以此为借口和小倩成功分手 俗话说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而小倩在还未嫁给阿诚之前 做的事情就已经比一个妻子还多 但阿诚竟丝毫不放在眼里 不仅如此如今竟还要抛弃他另寻心欢 这种做法真的是极其不道德 看着阿诚由言不尽的样子 主持人也忍不住质问起了阿诚 阿诚 你现在一点都不爱他吗 是 不爱他 现在一点都不爱他 是真不爱他还是假不爱他 真的 我只想故意臭你 我跟你说过 我说我以前我受过伤害了 我说如果你要是 不是真心实意跟我在一起 我说咱们就别开始了 以前有过 现在我感觉 接着有 你就算我命苦吧 经历这几个月 我感觉到来不适合 面对阿诚冷漠的态度 小倩也终于忍不下去 对他直接开队 原本在遭前任劈腿之后 他就特别不相信爱情 后来在遇到阿诚以后 他才重拾对爱情的希望 但不曾想自己的希望又再次破灭 对此小倩怎么能不恨呢 而此时图雷老师也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阿诚分了手以后怎么办 接下来日子怎么过 我自己也没怎么想 和他还有交往吗 你不是要报答他吗 怎么报答 没法报答 我问你一个问题 同样一个病房 两个妻子都得了职务人 一个丈夫在那儿 成天哭天抹乐 找的人就说 我很心疼我老婆 另外一个坐那儿一动不动 你说这两个丈夫 哪个对自己的妻子好啊 我不会说话了 我说你装什么装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好像形成一种风尚 但凡是有个病有个灾 就要假装高尚的离开 对吧 打着不拖累对方的名义 独自苟活 互相折磨了 这个世界上永远不缺一个 貌似高尚的男友 就缺一个勇于坚持爱情的男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自己内心非常的清楚 涂磊老师面对阿诚 支支吾吾的回答非常愤怒 在场的所有人 都已看穿了他的真实心思 可他偏偏非要装得如此高尚 事都做得这么难看了 还怕别人去谈论吗 他们说 你们不用说再逼我 你们也不知道 我没有逼你 你的生活是你的生活 我和爸爸的这个姑娘 赶快找一男人嫁算了 问题是他要是一旦嫁了的话 你要做何感想呢 两个人既然相爱 前面有困难 就两个人共同去面对 共同进退 装什么装 我有了病有了灾 我放开他 让他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但问题是他的幸福有头吗 他有幸福吗 没有啊 他的幸福都在你这儿啊 只要你的病一点点的痊愈 身体一点点的康复 脸上绽放出一点点的笑容 他就是幸福啊 涂磊老师的点评 总是能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所在 阿诚明明知道 小倩要的幸福是什么 却还是非要装傻 坚持让他去追逐外面的幸福 这无疑不是对他的另外一种伤害 奸壮 小倩也对阿诚说出了最后的狠话 没人要你什么报答 你要是真的不爱我 活儿怎么样 你给我一句兔话话就完事了 我 我也不会再见你 我不需要你报答 我要我爸我妈都找不到我 我脚上泡自己走 我没脸见人 阿诚啊 你要是半道离开 你这种愧疚就带着你一辈子直到你入土 你现在不忘你就还有机会 你可以让他的父母看到 这个孩子在病痛过程当中依然坚强 他并没有粘调 万一他跟我在一起结婚了 万一我爸他在 谁说让你们现在结婚了吗 现在是要你坚强的跟他共同面对 谁说让你们现在要结婚了 我也不想让他公了 再只就是一天担心受怕了 那你要这样说人人自危啊 此时的阿诚还是一厢情愿的装作为小倩好 他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天先的 所以还是先跟小倩分开比较好 可对于未来的事没人能够预料的 能做的不就是和自己相爱的人好好厮守一生呢 难道阿诚就是怕这些 所以就不能幸福的生活下去吗 当时人家出那么多钱让你去治病的时候 你为什么拖累别人呢 他现在四面楚歌 父母父母不要 朋友朋友嘲笑 说你找了一个这样的男的 这会儿他还抽身离开 你说你是人干的什么 或许阿诚从没想到小倩之后的处境 当初他为了阿诚和父母反目成仇 不顾朋友们的嘲笑坚持陪阿诚战胜病魔 现在正是两人向外人证明的时候 可此时阿诚却突然要抽身离开 他难道没想过自己这样做 会是小倩鱼和境地呢 那么话已至此 老师们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 真正的选择权还是在阿诚手里 那么他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好在最后的结局是圆满的 阿诚选择权的决定呢 反折了继续跟小倩在一起 无论当时分开是出自何种原因 阿诚都不应该这样对小倩 但好在两人的误会解开 从此也能幸福地走在一起了